LAYO 了世紀 聽你弩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伯庚帝人最常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二的比賽 雖然軍閥二的冠軍賽已經結束了 但我們還是有很多的軍閥二的比賽 可以來看一下 這場比賽是黃色 Viper選擇了伯庚帝人 伯庚帝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馬舊科技全部都是半價的 所以他勝遊俠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我們這邊看到這個地圖是長生之處 一開始都需要用這個訓養動物去幫他開門 豬跟羊會幫忙開門 這個只有在長生之處才會看到的一個細節 這個門可以一直開著 讓自己的馬可以把這個鹿趕進去城門裡面 吃鹿肉野味 我們繼續講這個文明特性 伯庚帝人的火槍跟火炮 攻擊力傷害會加25% 所以傷害值火炮可以高達40加10 那火槍的話是17加4點 21點的傷害 跟土耳其火槍兵傷害很像 那伯庚帝人呢 他的後期只好是打這個奇兵為主的 那他的步兵的話也是ok的 也有這個奇兵 那後期如果需要攻兵的話 通常都是用火槍來取代 那後期還有這個伯庚帝人 可以在農田裡面慢慢生產黃金 所以這個伯庚帝人後期呢 對於打這種阿拉伯啊 或是一些黃金比較缺少的地圖 特別有利喔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紅色選擇的是斯拉夫人 那紅色也是塔塔羅 那這一次他在軍閥的比賽裡面 拿到了亞軍 也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那斯拉夫人呢 他最大的特色 是這個農田的工作效率 有15%的加成 那他的寶兵貴族鐵器 是近戰防護率最高的騎兵單位 那他的步兵才是他的主力 不管是要出擊兵 還是要出劍兵勇士 都有這個王家四重加成關係 攻擊時會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跟他打步兵戰 硬打的情況下 通常是會打輸的 那斯拉夫人呢 後期主要是打工程器 貴族鐵器 還有步兵維族維銘 因為他的工程性 是有折扣的方面 所以斯拉夫人 打起來是不會太弱的 好那我們介紹一下 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呢 由於是一開手 都是木槍 可以這個 包圍在自己家裡的 其實打法有點像是 競技場那種感覺 一樣可以打這個 塔弓狗 去做一個 前壓策略 當然也可以打一個 直層上去 那如果你打直層的話 要小心對方開大招 就是村民啊 直接ALL IN過來 或TC爆之類的 在這張地圖來說 還是說相對好成功的 TC爆可能會稍微有點難 因為你TC爆過來的話 人家敲你木槍 你就可以趕快 過來插木槍 防守人家 塔弓弓的話 在這張地圖比較常見 還有這個昇陀戰術 多多少少可以給到 對方有一定的壓力 好那這邊伯槓敵人是補下了封建十代 兩邊都是24匹 給封建十代的 說明24 然後這邊肉馬繼續往前趕 好射掉這隻肉馬 肉馬開始繼續看一下 敵人在哪裡 好那這邊還有一組鹿群喔 但現在這個敵方肉馬已經在這邊繞了 所以這邊要不要再繼續吃野味喔 其實是需要思考的 看起來是不太需要了 好那這邊是封建十代的塔套 斯拉夫人點下了士忌 冰工廠在哪裡呢 他的木頭不太夠 OK這裡要補一個冰工廠 喔補的是馬舅喔 可是冰工廠 好 那這張地圖其實也可以打得像競技場一樣嘛 我們剛剛有講到 所以這邊可以直接出肉馬 然後開始產出一定的數量 然後待會城堡時代 再下學生道院 趕快去搶這個聖物 那這張地圖的聖物一樣是五個 讓自己可以產生 跟阿拉伯一樣的 聖物的產出 那競技場也是五個聖物 OK那斯拉夫這邊是慢慢按出了肉馬 那伯恩帝 白盆呢 這也是馬舅開局 兩邊都是打一個正常的 搶生物的開局方式 並沒有那種特殊的打法 好兩邊都有一個 穩穩的 穩穩農上去 農田樹1314片田 差不多 好 看這個兩邊都是馬國情況下 資源分配其實都很相近 好補下一個修道院 那在這個時期之後 黃金可能不能挖太多 一樣就三個人繼續持平挖 甚至兩個人繼續挖就好 那為什麼黃金挖太多不太好 最主要是因為黃金挖多了 你可能還是要靠這個事情去調節買賣 那我是覺得也不用到非常少 我覺得三到四個人 或是五個人 再繼續上去一點 可以 那像塔套這樣子的極限黃金配置 對於他後面出一些 生旅科技 會有點困難 甚至是要點什麼品種 之類的東西 就會更有壓力一點 當然他後面再配也可以 但這個就是算是 比較細節的 配置的部分 那如果你不想要 配得太複雜的話 可以像 VIPER這樣子 直接三個人配完之後 蓋完小少爺繼續挖黃金 那其實塔套這個也是鬼配 兩個黃金的配置 好那這邊強兵出來 但聖物 這時候也沒有想要第一時間去想 你看塔套這邊 他這邊是沒有要按老頭的 那VIPER這邊 可能會認為 對方也是想要搶聖物的 那他這邊也沒有打算要搶聖物的話 可能是要打一個特別的開局 這個我們的雲大的洛馬狙擊流 那洛馬狙擊流 是一個比較特殊一點戰術 原來如果他是以正常的 搶聖物的方式來打的話 你只出洛馬 不用出老頭的話 那你可以更快早 開到這個3TC 去開農起來 讓自己經濟更好一些 那你少了一個修道院的話 就等於是可以 趕快提倒下 城鎮中心 或是撒更多田 或是用讓自己的洛馬 數量壓制敵人 就像現在這樣子 肉碼數量越來越多 一直往前爆 雖然現在VIPER的肉碼數量 是高於沙夫這邊的 那以農田量來說 現在是沙夫這邊領先 VIPER這邊可能會 會有點小小斷村喔 狗類會有點吃緊 好這邊再補一下肉 OK稍微買賣一下 買了100肉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你不是鬼配的話 就像VIPER這樣子喔 稍微還可以用這個4級 買賣一下 那如果你是二人 挖黃金的話 就沒有辦法這樣子 當然你還是可以買賣 但是你的老頭 會出得非常吃緊 可能一兩隻就會開始斷了 甚至連買賣都有 有點困難 這個是比較細節的配置 因為最近有觀眾說 希望可以講解一些 頂尖高手的配置 但總覺得在影片上面講這個 好像有點 過於複雜話 因為這個配置這個東西 其實每個職業選手的想法也都不太一樣 還有這個跟現在的戰術應對來說 會有點 讓大家會記太多的感覺 畢竟這個東西 只有到2000分以上的時候 才會有這種細節 上的一個差異 一般玩家可能打到18家 20家 出頭 都可能還不用去記這些 奇怪的配置 也不是說奇怪 就是極限配置之類的 正常打 都可以打到2000家 或1800家 然後你不要 常常在搞一些惹眉的 正常打 把一些熟吃的戰術 反之反式 穩穩農上去 都是可以打上去的 這邊看到肉麻四隻過來 開始狙擊 viper的肉麻 第一時間打掉一隻兩隻 viper這裡沒有點神聖思想 輕起兵只要兩刀 就可以彈死一隻村 不是村民喔 彈死一隻老頭 這是viper的一個 小小的 算是失誤嗎 這我不太確定 正常來說 三隻老頭就要去補神聖思想 但這個也是 每個職業選手的習慣的問題 我個人習慣是三隻老頭 會去點神聖思想 所以這個 配置上的細節上的差異喔 我個人認為是 不用太去 煩惱的問題 反而是把這個基本功練好 就是 前期該怎麼應對對方的快攻啊 後期 大後期要怎麼打 這類的東西先學好 可能會去比 後期配置啊 或是一些 上城堡的一些細節配置 會更重要一點 但是如果你的資源是完全爆炸那種 木頭太多啊 破籤啊 漏破籤那種 那可能就是 基本功的這個配置喔 要練得更好一點 那我建議一個大家喔 去練習配置的方法 就是讓自己的木頭 不要超過300木頭 只要一刀過超過300木頭 趕快把一堆伐木共 把去撒紅田就好了 這樣你的經濟就不會太差 然後你的出來村民 就會補木頭 跟黃金啊 石頭這類的資源 我給阿神的一個建議喔 自從阿神的用這個方式之後 他的實力 大幅提升喔 但最近阿神好像 沒有在打世界 好像在 日本旅遊中 我有看到他的那個 inscreen 他的IG上 正在塞那個 他旅遊的照片 看來他是最近喔 比較忙 沒有時間可以練四季帝國 但是這個建議喔 看阿神 有這個 注重這個木頭的配置之後 他的資源碼爆 就會爆得更輕鬆一點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往配置的方向去努力的話 最簡單的一個技的方法 就是300木頭不超過 全灑農田 然後金跟石頭稍微補一下 你的開農方式 就會更穩定一點 也會更好爆出你想要的這個騎兵團 那目前看到 viper的村民數量是77村 對上斯拉夫68村 那沒想到這邊 弱馬狙擊流 不減生物的一個流程喔 反而讓他 村民數還是稍微 落後的 這也是viper一個 很噁心的地方 他明明是打有老頭 開局減生物的一個流程 但是村民數卻還是 領先對手 而且弱馬數量也不 遜 遜 遜遜對手 手推車至少還補下了 好 這裡稍微微一下 好 但弱馬這邊來到了20隻的數量越來越多了 這邊如果開戰 不知道viper打不打得贏 因為這裡完全沒有升攻防 但伯昆蒂這個時候補下了重裝騎士的升級 重裝騎士一補下去 待會正面就會有點難打囉 但這一波交換起來 viper的弱馬是 基本上是大敗了 後面的兩隻老頭也是被打破衝了進去 好 這邊弱馬開始串到城中信裡 塔套了這一波 打得非常漂亮 這一波進去多多少少可以亂到viper的經濟喔 好 趕快去補這個房子 這裡還有個洞 這裡有趕快洞趕快補 好 但這時候重裝騎士已經up上去了 重裝騎士的優點喔 血量多的是低攻擊力加2 比一般騎士更優秀一點 當然不過電力是一個沒有品種的文明喔 所以一般的騎士呢 只會輸在這個兩攻的 傷害差距而已 好 斯拉夫人這邊的弱馬繼續爆 第一時間看到viper的弱馬 這個村民 啊 這個老頭 啊 沒了 哇 viper這邊被土了非常多的老頭喔 至少 將近快要1000斤了 都死在這個老頭上 好 這一波溜進去 viper的村民數降到了 只剩85村左右 打到這村民數 村民數來到了83村 好 開始潛壓鍋神器跟步兵囉 潛壓重裝長槍兵 去反制 重裝騎士 但這裡還是viper優勢喔 因為重裝騎士的傷害實在太高了 解長槍兵也是解得很快的 因為一隻長槍兵是55滴血了 通常只要打個 5下左右 就可以死一隻長槍兵了 好 這邊快速解掉 槍兵線 果然是暫時扛不住 還是要靠老頭 好 趕快這邊要穿過去 先扁一隻老頭 再一刀收掉 沒有問題 在map這邊經濟有點慘 還是有點打不贏了 數量被擰壓 對方弱麻數量還是很多 好 這一波要撤退了 城堡浮在家裡 開始轉出馬上清裝兵 好 這邊馬舟開始補上 好 這邊馬舟開始補上 好 這邊馬舟開始補上 哇 四個馬舟 除了四馬舟 還在出馬上清裝兵嗎 沒有 看來要專注出 重裝騎士 欸 這裡有個洞 哎呀 vape來不及賭 忘記賭這個洞 這個洞會影響蠻重的 剛剛 vape居然輸掉這個漏洞 好 沒關係 趕快把這個重裝騎士 往農田這裡補 那這個時候 斯拉夫人已經快要來升到 帝王時代了 這個資源量其實蠻接近的 如果他這邊稍微斷下兵的話 就可以了 那他現在是想用兇一波 前面已經投資這麼多單位了 所以他這裡 繼續斷下去的話 會有點危險 但這裡不斷兵的話 優勢是 待會 衝車可以直接衝撞掉 左邊這一塊的城市東西的話 就會很優勢 畢竟已經在前面 投資這麼多的建築物了 不繼續前壓打個半套 不太好 好的 我們有強調過 既然你要強軍是前壓的話 就要打整套的 打個半套很不舒服 OK 後面 抓掉了一些村民 老頭 有點危險 再一兩刀 還好現在有神聖思想 445滴血 扛三刀沒問題 好 這波重裝騎士 不敢上去硬扛 因為下方這邊是高地跟低地的 一個上下鋪的地方 很容易打打自己會變劣勢 好 這邊稍微往回拉扯一下 好 Viper這邊補下了一擊射 但塔操果然第一時間點下了帝王時代 足夠兵力壓制到敵人家之後 突然轉一個 升級up 那家裡補了一些騎士 壓制回去 想要把左邊的石槍給補起來 好 這一波海哨繼續前壓嗎 看起來他沒有打算要放棄 塔操這一波進去 衝進去戳了一波 重裝騎士數量也是倒地了一些 重裝騎士加上騎兵 還有肉馬的組合 打爆了 Viper這邊大量的重裝騎士 Viper這邊重裝騎士 雖然還是以少量數量險勝 但最後呢 自己損失的是 相近快要20幾次的騎士 那待會 Viper升到地龍時代 遊俠雖然可以快速成型 但數量騎士已經沒那麼多的情況 可能第一時間 還是要去補下更多騎士 才可以繼續反對 那斯拉夫人現在有 這個 生時代的優勢 應該也不會輕易的 讓 Viper這邊反打回去 那待會 Viper上地龍時代 可以馬上轉出火槍 去應對這些的步兵單位 騎兵也可以稍微反制一下 那我覺得還是可以繼續打 黃金兵 遊俠配火槍 這是一個伯恩帝很強力的組合 甚至也不用打這個槍兵路線 看 Viper可能會顧慮到現在自己的黃金 稍微被控 剩下8個人在挖黃金而已 黃金其實已經不多了 雖然後面還是有 後面還有一塊黃金 在這裡 上面這邊也在開打 這邊用前方的軍隊 去拖延時間 然後放大石槍 可以給維好 下面這裡還有一個洞 補一下 補完這個洞 Viper應該是沒有怕過去了 這個就是高手 上下兩邊都在開打 很忙很忙 這時候薩夫點下了銀罐技術 羅斯堡壘 羅斯堡壘這個科技 可以讓一些城堡的 這個石頭造架 轉換成木頭 所以讓 薩夫人後期更好轉出貴毒鐵騎 現在城堡兵 很難用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城堡很難量產出來 產能方面 還是會遜色 這個 馬舟單位 或是這個 軍營之類的 所以打寶兵呢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城堡 是非常難量產的一個東西 但是只要點下羅斯堡壘的話 這個問題 就可以輕鬆化解 多投資一些城堡 不會太傷 自己的經濟 反正石頭需求量比較低一點 就跟法蘭克一樣 好 那這名伯甘地點下了步兵的鎧甲 還點下護衛技術 最後還是要轉出槍兵 黃金數量有點不太多 剩出了一些 馬上輕鬆兵 遊俠科技升級 還需要一些肉類 650肉 加上350黃金 就可以up上去了 但是他這邊還是想要先點化學 先升級一下火槍科技 好 城堡這裏建立起來 巨型頭司機要慘嗎 好 下方已經開始慘了 好 暗斯拉夫這裏是沒有 火炮的 但伯甘地點是有火炮的 所以 Viper這邊想要反擊回去 其實也很簡單 轉出火炮 欸 這邊騎士流進來 好 趕快讓這個重招 重招長江兵到城堡裏面 然後趕快放出來 在前線防守 這波防守有機會修得起來喔 這個底下村民一直在敲 一直修理一直爽 把這個血量給拉起來 哇 這波衝進去 其實是全部損失殆盡 但是前方兩根城堡就去給壓力 但是 Viper也沒有讓對方過得非常好 左邊還補下了一個巨型頭司機 開始拆除左邊的城堡 要同時顧兩根城堡 是不太可能 一個人故意跟 就有點麻煩了 顧兩根 太...太...太...太忙了 這一根繼續顧 左邊這一根放棄 好 脫掉了重招 重型巨型頭司機 後方的騎士 也被家裡斯拉夫的擊兵給收掉了 Type這一波的出去喔 即 被... 騷擾結束了 開始把家裡顧起來 擊兵也升級上去了 第一時間轉出來是火槍加火炮 這邊擊兵 鋼擊力還沒有升上去 防禦也是喔 沒有關係 現在 伯公帝這邊轉擊兵喔 只是要稍微當個肉盾黨 他的最重要的 主要輸出 是火槍兵喔 17加4點傷害 打步兵 還有額外增傷 射一下 很痛 跟子彈 慢慢飛 火炮趕快往前拉 左邊開始拆除巨型頭司機 白盆後面拉的村民非常多 但是還不夠 16隻而已 那還行有點下鑽瓦技術喔 防禦力還行 還不會到非常薄弱 火炮第一時間 減掉了一台巨頭 正面的槍兵想要防守 但後面的火槍也在努力輸出當中 這一波交換 斯拉夫可能會虧 因為正面的槍兵雖然很多 後面還有火槍在偷偷放射 這跟城堡也是努力輸出當中 雖然擊兵正面的步驟打的話 斯拉夫人是有優勢 但是加上火槍的 跟城堡的傷害 必然是會打輸的狀態喔 後方的巨型頭司機慢慢拆除 火炮在哪裡 就在後面發呆 可以用巨型頭司機稍微反制 OK 最後收掉 最後一台巨型頭司機 終於把這塊劍給搶回來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viper的主動攻擊時間了 好 斯拉夫劍撞第一波前壓 沒有辦法壓回去 開始慢慢轉出大肉碼的升級 斯拉夫大肉碼爆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的這個農田加成 15%的農田工作效率喔 甚至我覺得有點超越波蘭的這個農田效率 有一點這麼感覺 現在15%跟以前10%完全不能比 現在斯拉夫人可能是肉碼爆 這個最最快能爆出來的這個文明 好 斯拉夫人這邊點下了工程器 奴炮跟頭司機的升級 那奴炮這個東西 還有頭司機遇到火炮都會很難處理喔 而且viper這邊的火炮呢 還是有額外增傷的效果 打中型奴炮的話 基本上是一發 就可以打到 打掉一台巨型 不是巨型 重型奴炮 好 火槍過來 逃死機的部分呢 主要是針對後方的火槍喔 好 這邊肉碼過來 看到火槍要上去抓掉嗎 後方的巨型頭司機被包起來防守 想要去抓掉巨頭 但沒有機會 這一波的軍隊往前壓 斯拉夫人還是做了一些努力 肉碼溜了過去 家裡要稍微微笑 直接在前面補了非常多的射箭場 還有這個軍營 App也決定要來專注打右邊戰場 左邊戰場也要全面封鎖起來 斯拉夫人在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還有軍營 想要來打一個多線 巨型頭司機正面開拆 但這邊 斯拉夫人還沒有辦法 可以繼續反擊 弩炮的血量是55滴血 那再來 這就要來看 弩炮的防守效果有沒有比較好呢 好 透明肉碼賺了進來 好 這一波包夾肉碼戰術有料 透明肉碼沒有去燒賣家裡 反思胡來要來 包殺 這一團巨頭 這一團巨頭 被拆掉的話 VIPER的攻勢就會被減緩很多 但很可惜 這一坨攻勢已經被 正面的槍兵給解決掉了 後面的火箱也在努力防守當中 但是重型弩炮傷害實在太高 高速串燒了前方的VIPER的槍兵 VIPER的槍兵遇到弩炮還是有點擋不太住 好 這裡要繼續轉槍兵嗎 還是要火炮往前拉呢 好 看一下火炮現在在哪裡了 好 開始慢慢產出火炮來了 好 但上面的部分 居然偷偷開一條路出來 史達夫人中間開了一個中洞 直擊後方的城鎮中心 哇 右邊本來想要進攻 結果家裡中間被開路進來了 這個開路戰術也是長生之處 最常看到的一個特殊打法 直接開到你家 城鎮中心 非常的兇狠 好 這裡補下更多槍兵往前走 但家裡現在有一堆肉馬在狂亂 哇 這裡打掉了非常多村民喔 這邊村民趕快跑 好 這邊要不要補下 防守呢 像什麼城堡之類的 但是現在VIPER的石頭量不太夠 先用槍兵擋一下 好 槍兵再過來 好 右邊開始慢慢往前推進了 火炮開始往前拉 40加10的傷害 高打地獄的話一發就能帶走 這個重型弩炮 來 看一下這一發 打一下 嗚 一發一個 好爽 結果剛剛好像一發打到兩個 再一發 平地也是一發一個 真的沒有記錯 雖然這個傷害面表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一發打倒一個 但事實上是可以的 這就是火炮對工程器的額外增傷 好 這邊抓掉了一台 衝車 那斯阿富的工程器也可以用 但他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火炮 通常要對付對方有火炮的情況 一定要產出更多大肉 去掩護自己的工程器 所以斯阿富人這邊經濟配置會比較矛盾一點 他要打工程器也需要木頭也需要黃金 但需要大量肉碼的話也需要大量的鐵 所以這個經濟配置要怎麼配 後期也是一個很困難的重點 某一個配太多的話 另外一個就會很難產 但我個人認為工程器數量可能不會到這麼多 可能還是 鐵多一點會更好一點 還是到六七十片鐵會更穩 OK 這裡火炮直接拆除了兩台巨頭司機 第三台巨頭可以 但是巨頭也是反殺一台火炮回去 這裡Vibe打的有點危險喔 這邊肉碼要衝出來了喔 對 我就在說這個危險來了 後面有沒有槍兵 有 但是沒有守住這個火炮 這個火炮應該是沒了 後面這個火炮也是被直接爆打一波 也是直接被收掉 兩台火炮直接往生 前面的關係被巨頭刑定卡位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就到這台巨頭 兩台巨頭直接殘血 第三台 輸掉 OK 那前方的城堡已經沒了 後方的火槍也在處理家裡的 殉營的問題 從青龍炮開始往回推了回去 前面剛剛是怎麼解的呢 右邊的火炮 突然被解掉 突然BUFF一下 看一下右邊這裡是怎麼解掉的 有一點好奇 沒有解掉 直接往回走了 沒有解掉 火炮直接走回家裡 哇 那個 路途遙遠 看到這邊 火炮開始反擊回來 正面的部分 開始反殺回去 解掉城堡之後 開始用槍兵往回走 這裡換斯拉夫 有這個問題囉 現在換你家門口 沒有城堡 你該怎麼辦 火炮車趕快往下 希望不要被發現 下方的這個工程器 快解解 右邊 大量的建築物 也是阻擋了 斯拉夫的工程路線 好 守護斯拉夫人點下了 重型大衝車的升級 這個叫做重型衝車 波紋地人 波紋地人現在 經濟量來到了非常誇張 7000多肉 稍微買賣一下 換了一堆 黃金回來 但這邊黃金還是會繼續往上跳 這就是 波紋地人 很可怕的地方 後期黃金還在繼續 延長當中 這個越打越後期 對斯拉夫人經濟 是一個 巨大的手派 所以現在塔塔應該是 很想要 趕快拿下這場比賽 不然他會 黃金越打越少 但是 歹魁斯會越打越多的文明 這一點就跟越南一樣 越南在這個後期來說 也是很可怕 因為他的伐木工 也可以產生黃金 OK 前方槍兵想要戳 等這邊修了回來 繼續 在後面火槍這邊開射 這邊火槍彈道非常漂亮 可以調了一些 撲兵單位 OK 但下方的 奴炮大軍 已經無視了 MIPER的正面部隊 直接衝過來了 而且右邊的建築也不管 這邊要靠大重車處理 但奴炮想要繼續往前推進 但家裡已經快要 BBQ的一個情況 頭子車也是 也是岌岌可危 現在需要更多的大肉碼去解掉這些 火套單位 好 頭子車向前 往前想要砸火槍 但是第一時間被火槍給點射點掉了 OK 這邊 斯拉夫人 黃金來到剩下500塊 VIPER這邊只剩下100 但基礎支援 VIPER還有4000多 這一坨 盧炮用肉碼去解 OK 波恩第一肉碼 血量雖然少了一點 但還是可以用 但是阿芬也是早有準備 火 霧 一碰到槍兵直接融化 這就是大肉碼遇到槍兵的畫面 波恩第一大肉碼真的是偏弱一點點 差了20滴 還是差蠻多的 這邊大肉碼再次上前 想要解掉火炮 火炮這邊第一時間被解掉了第1台 第2台第3台有機會嗎 後面又補下了4隻大肉碼過來 想要去瓦解後方的火炮陣 火炮一沒有的話 自己的工程器就可以登場 所以這邊第一時間 主要還是要打火炮啊 這邊戳掉了1台巨型偷子機 結果自己的 肉碼也是全部送光了 但下方繼續給壓力 大衝車也已經來了 現在VIPER的大肉碼 也是想要上前去解掉這一坨 衝車加上 戰爐炮的壓力 壓力閃失太大 槍兵也是過來方方解一下 這邊肉碼再嘗試想要突圍 後面這次帶了一台投石車 投石車有機會嗎 會不會預判成功嗎 哇 投石車一發都打不出去 就被火炮給點掉了 那就是火炮克工程器的一個重點 戴盒這邊操控的還是很好 前方補了更多的槍兵過來 但是巨型偷子機還是被拆掉了 只剩下一台 最後一台可能也要沒了 再一刀 哇修回來 下方的弩炮陣了也是被逼退回去了 因為前方的衝車已經被解光了 再往前的話 弩炮會全部被城堡給射掉 那時候VIPER拉出了幾台火炮 然後來正面迎擊 這些重型弩炮 正面巨型偷司機將火炮繼續架了起來 火炮往後拉 槍兵要趕快往前 好那斯拉夫的槍兵大量開始往前衝 火炮會有點危險 槍兵也是 先往後拉一下 左階段位先往後 後面投石車過來 MIPER這時候沒有看到 砸了一發 砸到後面 死了大概四五隻的火槍 但這邊走位走得很好 砸掉了巨型投石機 投石車1解6 火炮有點miss 打不到 但沒有關係 用槍兵解掉是ok的 所以投石車越來越多過來 來防守一下上方部分 這面火炮也是解掉了一些數量 那下方火炮是不是送掉了 怎麼火炮不見了 下方火炮突然消失 該不會是被弩炮給反制回去 但弩炮也只剩下七彩而已 這時候BIPER從左邊殺了進去 把這個地方打了一個洞 開始用大洛瑪開始往前突進 下方大洛瑪也抓到了 工程器的一個入境單位 火箱直接走到農地裡 BIPER這波反擊 看來防守的還算是輕鬆喔 大洛瑪開始過來 繼續解剩下的工程器單位 OK繼續包夾一下 哇這邊損失非常多的黃金 這一波塔套損失了右邊所有的工程器 下方暫時安全了 BIPER只要專心工程上方這裡的位置 碰住塔套上方的農田處 還沒有關係 上方被控 右邊還可以繼續運作 灑下更多的農田 但是這時候塔套打出了GG BIPER這一場 這個伯恩帝的特色 這是打好打滿 火槍 配上這個奇兵喔 但是沒有看到有響 白盒反而走了一個純工程器 把黃金全部投資在火器單位上 火槍跟火炮 剩下都是出垃圾兵 大洛瑪跟槍兵路線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博文帝人拿下了大約 2500左右的經濟勝利 軍事方面則是1.40 KD值也是差了快一倍 薩拉夫人這邊的火炮弱勢 讓他沒有辦法打出這個 很好的KD值 畢竟有火槍 洋槍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雖然後面有補下王家四重 但是正面對決的機會實在太少 槍兵到前方 就被對方的火槍給射掉了一半左右 這有點傷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拍照 我們下次再見囉 太多了 確認穷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往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你們下次見